好多做父母的,宁愿自己省吃俭用,也要为子女多攒点钱,想给子女多留一点财产。 可是,全权父母心有时会换来相应的回报,有的时候却让人非常失望。 65岁的张阿姨家里经济状况比较好,他们为了儿子的小家庭,可以说是尽心尽力了。 除了每月给儿媳妇三千块钱,让她给孙子买东西,还把家里另外一套闲置的房子给了儿子家。 可是,当张阿姨无意中看到儿媳妇的转账记录的时候,她的新娘决定不再贴补儿媳妇。 65岁张阿姨的字数。 我今年65岁,我是富高职称,我是从水利部门退休的。 丈夫曾经在乡镇单位上班,她也已经退休了。 我的退休金是五千,丈夫工领比我长,能领六千来块钱。 我们只有一个儿子,他大学毕业以后去了市里工作。 儿子的工作也很稳定,在一家大型国企上班。 我们觉得儿子既然在市里上班,就应该在市里安家,在那里找个女朋友就行了。 可是儿子读大学的时候,一直和他一个女同学有联系。 这个女同学大学毕业以后,考进了我们县城的一家事业单位上班。 我劝儿子慎重考虑,毕竟儿子在市里上班需要来回跑,这样很不方便。 但是儿子非常坚定,他说就认准了这个姑娘,我们也只能同意了。 儿媳妇的娘家是农村的,在我们县城的偏远山区,他还有一个弟弟,当时正在读大学。 儿子订婚的时候,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,我们打算给六万六千块钱的彩礼,然后再买首饰。 儿媳妇嫌六万六千块钱的彩礼太少,他说按照他们那里的农村习俗,应该给十二万八千块钱。 说实话,我的亲戚朋友家的孩子订婚时,根本没有这么多彩礼。 儿媳妇每次来我家的时候,都会给我老伴带一点小礼物,有时候是几斤水果,有时候是两包我爱吃的小点心。 老伴劝我说,12800就12800吧,反正咱们存的钱,早晚也都是给儿子的。 再说现在娘家很少有留彩礼的,这12800肯定还会带回来,当作他们小家庭的启动资金。 我想想也是啊,就同意给儿媳妇12800的彩礼,买首饰又花了六万多。 再加上订婚时的酒席,他们那边来了三十八个人,每个人我们还送了一个大红包服,里面包着一条烟,六包点线,两包喜糖。 这样算下来,订婚我们就花了二十多万,到结婚的时候,我们却傻眼了,儿媳妇一分钱的财礼都没有带回来。 我有些不高兴,老爸安慰我说算了吧,咱不去生气,既然我们把钱给了人家,就是人家的了,咱说了又不算。 后来我听儿子说,儿媳妇之所以没有带回来财礼,她的理由是娘家养大她不容易,供她读大学花了不少钱,她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,才把财礼留在了娘家。 我哑然失效,谁家养大孩子容易,谁家不是花钱供孩子读书,但是,我不能再去计较那么多了,只要儿媳妇以后好好过日子,好好孝敬我们,彩礼钱给她娘家也无所谓了。 儿媳妇这个人性格还不错,有什么话都不藏着掖着,我说多说少,说声说浅,她都不会生气。 儿子在室里工作,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她都不在家,只有周末才回来。 平时的时候我们不让儿媳妇一个人在家里吃饭,不值当做饭,我就让她回来吃,儿媳妇很勤快,回来的时候就帮着我洗菜做饭。 她有时候帮着买点菜,买把青菜或者买几个馒头,虽然花钱不多,但是比起那些空着手回头家吃饭的儿媳妇强多了,老伴的脾气有些急躁,有时候没有一点小事就吵起来了,儿媳妇还会帮我们调解矛盾。 她说,妈,你们这把年纪了,还生什么气啊?你们两个人好好相处,还能相处多少年啊?何必再去斤斤计较呢? 你少说一句不就行了,我爸这个人心眼好事,就是有时候脾气降一些,你都包容一点就行了。 在儿媳妇的劝说下,我也就释然了,一笑了之,我根本不把儿媳妇当外人,有什么心里话都和她说,甚至家里四十万的存款都告诉了她。 一年之后,我们有了孙子,我们把心思都放在了孩子的身上,儿媳妇和孙子都在我家里吃住,周末儿子回来的时候也在这里住。 虽然我和老伴忙碌一些,但是家里热热闹闹的也不错,人老了不就是图个儿孙绕席吗? 在照顾孩子的问题上,有时候我和儿媳妇的观念会发生冲突,但是很快也就过去了。 儿媳妇性格爽老,也不记仇,我也不往心里去。 有了孙子以后,我看到儿媳妇的生活开支骤然加大了,她要给孙子买奶粉,买各种小零食,还给孩子买衣服,买玩具。 我就和老伴商量着,要不每月补贴儿媳妇三千块钱吧。 就这样,每月十号发了退休金之后,我就给儿媳妇转过去三千块钱。 儿媳妇很高兴,她说办公室的同事都非常羡慕,说她在婆家吃住。 公公婆婆帮着带孩子,竟然还得给她三千块钱的生活补贴。 这样的公公婆婆不好找啊。 听到这些,我的心里也美滋滋的,家和万事兴嘛,当老人的就得拿出高姿态来。 反正到了我们这个年龄,也不讲究吃喝了。 以前我和老伴每隔一段时间,就要去找个好餐厅吃顿饭,换换口味,再就是调节一下生活气氛。 自从有了孙子以后,我们再也不舍得出去吃饭了。 老伴爱喝羊肉汤,以前每周我都要去花一百块钱买份羊肉汤喝。 可是现在我们哪还舍得喝羊肉汤喝啊? 我和老伴的退休金合起来虽然一万多块钱,但是每月要给儿媳妇三千。 再加上生活开支很大,有时候我们也得给孙子买东西。 每月所剩无几,对自己很抠门,对儿媳妇却很大方。 儿媳妇睡前啊,一口一句爸爸妈妈叫着叫的,我们心话怒放。 有时候,我和儿媳妇一起带着孙子去商场玩的时候,遇到合适的衣服,我就给她买下来千二八百的。 我一点也不心疼,我拿着儿媳妇真是没有恶心,就像当闺女一样去疼她。 而媳妇回娘家的时候,我就给她买上礼物。 我知道在农村里虽然吃喝不愁,但是挣钱也不容易,我总会给他们买上一大箱水果。 两箱点心,再买上两只鸡,或者买上一扇排骨。 过春节和过中秋节的时候,我还特意再给亲家包上一个一千块钱的红包。 亲家来我们家里玩,她总会对我知情盗奋地说,一年到头他们家吃了我家太多的东西,花了我家太多的钱。 我就笑笑说,儿女亲家是亲戚,咱们是一家人了,就得好好相处。 儿媳妇的弟弟大学毕业以后,考了好几年事业边没有上岸,后来老抱托她一个朋友的儿子,给小伙子介绍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。 儿媳妇的弟弟上班后,没有地方住,在儿媳妇家住了几天后,嫌很不方便,就想出去租房子。 我家有一套闲置的老房子,九十来个平方,一楼但愿地在县城中心。 前段时间有人出八十万没舍得卖,儿媳妇就想让弟弟去那里住一段时间。 起初我们不太同意的,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要住多久,可是儿媳妇说请我们帮帮忙,等他弟弟公司里安排了宿舍,就搬走。 儿媳妇的弟弟住进了我们家那套老房子,一住就是两年,后来公司老员工离职腾出宿舍之后,他才搬出去了。 老伴儿对我说,这套房子早晚是给儿子的,一直放在那里闲着,也可惜了。 不如现在就给儿子家,让他们简单装修修一下,租出去吧,每年能租一万多块钱,留着给孙子以后上大学用的。 那个周末儿子回来的时候,我说把房子给他,让他们管理着,儿子竟然还嫌麻烦。 儿子对钱财一直没有多少概念,可能他从小一是无忧的原因吧,儿子不爱财。 他过生日的时候,我给他发个两千的红包,他都给我退回来了。 我们把这套价值八十多万的房子给儿子,他竟然说不想要,让我们自己租出去打理着。 儿媳妇却指责说,你傻呀,哪有给房子不要的? 爸妈,谢谢你们,房子我租出去,不用他管。 我就和儿媳妇商量着,抽空的时候把房产过户给他们,儿媳妇特别高兴,他竟然花了五百多块钱,在饭店里请我们吃了一顿饭,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 很快,孙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,儿子家附近就有一家不错的幼儿园,很方便。 我和老伴终于轻松了很多,那年秋天,我和老伴打算去海南旅游,我们想在那里过冬,如果在家里的话,我们家房子比较大是一百四十平的,交取暖费也得交三四千块钱。 如果去海南过冬的话,租一套居民楼也花不了多少钱,再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了,趁着腿脚好就得各处走走。 说实话,退休后我们就一心扑在儿子家里,我们哪里都没有去,我们对儿子和儿媳妇说了去海南旅游,并且打算在那里住上三四个月。 儿子非常同意,他说,你们去好好的玩玩吧,在那里放松一下,听说冬天的海南气候特别舒服,对老年人的身体很好,别怕花钱,你们退休金也不低。 在那里好好尝尝海鲜,多吃南方的西海水果,你们什么时候去的话,我跟你们在网上订机票,由我来出钱。 儿子的话,让我们很欣慰,儿子懂事,孝顺,我们高兴了。 可是儿媳妇一听我们说要去海南过冬之后,她半天没有说话,一直坐在那里嗑瓜子。 过了一阵子,她突然说,爸妈,你们在家里不是挺好吗? 咱们家里有地暖,冬天也不冷,暖暖和和的。 你们往外跑干什么呀?出去旅游花钱太多了,何况你们还打算在海南住好几个月。 我父母住在农村里,冬天那么冷,家里也没有暖气,比起我父母,你们已经很享福了。 我一听希儿媳妇说这话,心一沉,很不高兴。 亲家在农村生活的确不容易,我们已经帮助了他们不少。 可是每个人的经济状况不同,我们有退休间好好享受生活,有错吗? 儿媳妇为什么不同意?老抱的酱脾气上来了,她说不管儿媳妇同意不同意,我们都要去南方过冬,又不花她的钱,她管得着吗? 可是我觉得还得考虑一下儿媳妇的感受,她反对我们出去旅游,我想找个时间好好和她聊聊。 我不想因为这事和儿媳妇闹得不愉快。 又到了10号,我们发了退休金。 那天下午儿媳妇带着孙子过来吃饭的时候,我就把3000块钱转给了她。 虽然因为旅游的事,让大家有些别扭了,可是我们还得给她转钱。 毕竟我们想让孙子生活得好一些。 以前我给儿媳妇转钱后,她都会秒收,然后给我发一个谢谢的表情。 那天儿媳妇可能还是因为,我们要去南方的事正在生气吧。 我给她转钱之后,过了半个多小时,她还是没有收钱。 儿媳妇和孙子正在看手机里的动画片,她应该早就看到我的转账了。 她不收钱我又不舒服,我就让孙子把手机拿过来,我想帮她接收转账。 孙子把儿媳妇的手机拿了过来,儿媳妇起身去了卧室。 我拿过儿媳妇的手机,连忙点了转账,帮儿媳妇收下了这三千块钱。 我正要把手机递给孙子,突然发现儿媳妇当天发给亲家的一份转账,也是三千块钱。 我本来不好意思看儿媳妇的通话记录,她给亲家的转账却让我心里一动。 儿媳妇给亲家留言说,妈,你赶紧把这三千块钱收下吧。 到下午我婆婆肯定会转给我三千,今天是她发退休金的日子,婆婆不缺钱,她还有四十万存款呢。 接着亲家就把钱收下了,儿媳妇还对亲家说,不用愁了,婆婆把房子给了我们。 等办理完了相关手续后,我装修好让弟弟当婚房用,这样就不用买房子了。 我看到这些时,忽然觉得心跳快了,血往头上涌。 我又网上翻看了一下,每月十号的时候,儿媳妇都会给亲家转三千块钱。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,我给儿媳妇每月三千块钱,让她给孙子买东西的。 她却如数转给了亲家,我默然地把手机给了孙子,让她给儿媳妇。 儿媳妇和孙子走了以后,我坐在沙发上半天说不出来一句话。 老伴问我怎么了,我如实告诉了她,我看到了儿媳妇的转账记录。 我说这几年咱们给儿媳妇每月三千块钱,是为了让她给孙子买东西的。 可是没想到她全部给了亲家,儿媳妇竟然还想把房子给弟弟。 老伴也很生气,她说我们对待儿媳妇这么好,她怎么能这样做呢? 那天晚上我和老伴都没有睡好觉,我们心里五味杂陈,百感交集。 自从儿媳妇嫁到我们家以后,我们对她真的是贴心贴肺的好,把她当女儿疼爱。 彩礼没有带回来,我们也没有说一句不好听的,我们给她出钱出力,把房子也给了她。 没想到儿媳妇竟然一心只想着娘家。 那天晚上我和老伴商量好了,我们收拾一下,马上就去南方旅游,不用在乎儿媳妇的态度了。 同时我们做出决定,从下个月开始,我们不会再给儿媳妇一分钱。 我们把那套房子也收回来,不让儿媳妇出租了,幸亏还没有办理过户手续啊。 当时已经是深秋了,天气很凉了,我们马上就打点行装,让儿子给我们订上了机票。 我们飞去了海南,走之前我们也没有给儿媳妇说。 后来我打电话告诉儿子,我拿套房子让他不要装修了,我们不打算往外租了。 儿媳妇意识到了我们态度的变化。 在海南的时候,他每天晚上都会给我们打电话,让孙子和我们说几句话。 他还嘱咐我们,在海南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。 到了快过年的时候,儿媳妇给我们寄来了快递。 里面有我和老爸爱吃的腊肉,还有亲家给我们蒸的花枣馒头。 我的心里一热,儿媳妇对我们还是不错的。 不过他对我们再好,我们也不会像以前那样。 每月给他三千块钱,甚至把房子给他了,我们付出的已经够多了。 儿媳妇孝敬父母没有错,但是我们也需要好好善待自己了。 人上去年纪了,就得多为自己想一想,儿孙自有儿孙福,让我们把自己的晚年生活经营好。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。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,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,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。